今年3月 演员王学斌和张伯因吸毒被抓 7月7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正式 对演员张伯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而提起公诉 而这个纠缠了近半年的案子 终于在今天正式开庭胜利 在法院门口 演员张伯的代理律师一出现 就交到了媒体们的围追堵截 因为这个张玲啊 她通过这个事情还是挺后悔的 所以说大家通过这次也给她一次改革自信的机会 今年3月 张伯在家中吸食毒品 被朝阳区群众举报 民警接报后将其当场抓获 现场查获冰毒等毒品十余克 张伯尿检呈冰毒阳性 随后他也主动承认了其曾在家中 容留他人吸毒的行为 在庭上 张伯对自己的罪行共认不讳 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事实上对此我感到相当的懊悔 而同时盗案也曾是张伯家中 坐上兵的演员王学斌 应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认错 悔错态度较好 已于今年3月25日 依法获准其取保候审 目前关于王学斌涉毒的案情 尚无进一步的消息 中戏科班出身的张伯曾用名张灵 1996年以歌手身份出道 之后拍摄电视剧《走近阳光》 转型做演员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 让他与王学斌成了朋友 从朋友到独有 一不错 不不错 出道19年都不曾走红的他 这次却因毒品令人印象深刻 十个月行期不长 而未来却更加迷茫 娱乐新天地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北京采访报道